如果你是1965年的时候 你16回就是建国一代 资深思义林如平向在场的建国一代 解释配套内容 如意出席的包括非华族同胞 座谈会除了以方言和华语讲解 也以英语说明 有建国一代认为 自动纳入社保计划的援助最显著 如今他们可以松一口气 到参与的诊所看病时 享有津贴 也有建国一代指出 虽然政府给予保健储蓄户头填补 可以用来支付健保双权计划的保费 但他们可以选择不买 不过总理公署部长傅海燕说 健保双权的目的是帮助年长者 抵消医疗开销 应付未来费用 在这个配套里面 当然是有很多细节 需要比较细心的去跟他们讲解 特别是以他们熟悉的语言 来跟他们讲解 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类似的 这个座谈会 然后把整个配套的详情 更好的解释给他们听 第一场以方言进行的建国一代配套讲解会 吸引了百多名建国一代参与 而南宾尼北也将在来临的星期四 举办第二场方言讲解会 并以潮语进行 新闯闻新闻记者聂国卫报道